Hello,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Do not feed the monkeys,不要喂猴子 那么经过上一期视频啊,发出来之后呢,有很多小伙伴的说,哎呀,至于你玩的并不是很好 对,没有错,我自己回看了一下啊,我玩的真的不是很好 所以说第二次玩这个游戏了,我觉得我得稍微的玩的稍微好一点 比上一次要稍微玩的好一点,因为有很多东西我都没有按到 比如说,上面有解释说,黄色的字是可以按到的,对不对 但是我之前是一直都没有按过的,所以我们这就直接继续吧 哎,这是继续啊,还是加载游戏啊,继续吗 下次评估时间还剩三天了,你已经有,我还叫四个摄像机,什么 女房东将在惊天后过来,哦,这个档是上一次那个档,这个档是之前的那个档 就是房租没有付好之前的那个档,笼子录制可以使用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哦,要20美元,20块钱,就可以录像了 我现在可以录像了,一号龙子灵长类动物叫什么名字 我们要找这个一号的一个名字,是吧 我来看一下,哎,这可以点的,哎,这可以点 刚好挡住了,我刚看到了 不管下面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点的 又是什么东西啊,水果优惠 别给我发什么水果优惠了,真的,我不想吃 哎,一号,来了,一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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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聊天,哎,你这刚好是就我 啊,好吧,聊天 嗨,你在吗,哎呦,我刚好要点那个东西啊,大哥 哎呦,你给他们喂食了吗,啊,给谁喂食猴子吗 我觉得,我觉得什么东西啊,我要下了好吗 再见,拜拜 我现在不想跟你聊天 你听了我的建议了没,我不想聊,什么建议 我的天,我要下了,大哥 好好照顾自己 多运动,你让我怎么运动 这游戏设置有运动吗 尽可能多睡觉,吃超市 哎,人不在了,我的天 人不在了,我这么跟你聊天,人不在了 哎呦,这个好像也没什么可以点 哎,又是一个龙 三号龙子要观察 三号龙子什么,要电话号码是吧 我们之前好像是知道的 哎,这个可以点了,这里 这个可以点了,我们可以搜索一下啊 搜索一下 游客 搜索没有 什么阿门诺菲斯武士 无价之宝 它是一个艺术品 无价之宝 无价之宝 半生雕像无价之宝 这个无价之宝 好像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嘛 空箱子,人体模型,窗口,滑雪板 这个是阁楼吧 我觉得是阁楼 是吗 这一个一个线索慢慢弄下来的 老 有一个老 过去 又有一个关键词 一号来了 一号来了 哇 来了 一号来了 哇,他这个是在偷拍别人 你知道吗 最性感的女演员 哇,他是女的演员 他偷窥,他偷窥的是一个女明星吗 哎,国家 哎,搜到了 奇怪的口音 哇,这两个要一起弄啊 哈哈 哇,这两个要一起弄 我觉得 不带胸罩 Oh my God 不带胸罩 而且这个女的 这个女演员是什么癖好啊 就喜欢在家里裸着吗 开到 完美 哦 感恩 哇,又一个新的词 哇,现在两个一起弄啊 哇,这男的胸部什么这么大呀 我的天 哎,有人窍门了 好,刚好走了 OK 谁 哦,你是谁 天气太热了 呃,看看木木 你想干嘛 说吧,你想怎么样 在我这儿洗澡吗 你能给我这些灵情吗 不好意思 没有 毛都没有 寄生虫 哇,这个寄生虫也太过了吧 毛都没有 我还以为我们是朋友啊 我再也不想来了 赶紧滚 OK,OK 那我们这边搜集了很多的关键词 小猫 是什么呢 小猫 敢又慷慨的老人 其他的口音是什么东西呢 护士吗 不可能 花花公子不可能吧 手无寸钱的老人 应该是这个 怎么又谁 这 哦哦 好吧 房租 OK 90块 给你给你给你 好的给你给你 家用录像带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过去 没有搜到任何东西 国家 没有 电视 没有 都没有 不带凶罩的 对不道德行为的法律 攻击 驱动器是什么 帽子 都没有 现在是几点钟呢 下午是4点多 我觉得我要去打分工了 4小时工作可以赚42块钱 4个小时的话是 我现在是4点钟 8点钟回家 8点钟回家 我们只能做这个了吧 哎 工作一下吧 赚点钱 哇 现在已经是大晚上了 我的天 什么都是他晚上也要来 哇 他晚上也要偷窥哦 钱 他们会给我最后一张 会给我很多的钱 也就是说 这个人拍照片 是卖给别人的 那这个人是谁 金矿 哇 哇 他在把他把这些照片 都卖给别人 然后可以赚大把大把的钱 棉花公主 然后结束了 我要搜一下 棉花公主是谁 电影 哦好多 影片 女主 青少年 城市之光 棉花公主 三首印票房记录 我们来搜一下 我们来搜一下 影片完美的青少年 棉花公主 女主角 没有 电影 没有 完美的 还都搜不到 电影女主角 看一下 也搜不到 棉花公主 女主角 哦可以 什么 阿丽石 阿普 尔盖特 安德鲁 哦 电火 等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 我现在几点钟了 我看一下 凌晨了 啊 可以 我好像掌握了很多的线索 所以说 那个人偷拍的是这个女明星咯 这个女明星叫做阿丽石 阿普尔盖特 那这个是 安德鲁海因斯是谁 难道是那个男的吗 所以说我们很有可能是知道了这个 一号龙的名字了 啊 我想想 好兴奋哦 来了 我们先睡觉啊 我们睡八个小时吧 先睡好一点 OK 起来了 OK 所以我们今天 如果你的笔记本中有联系人你可以通过点击图标不打电话聊天 你可以通过聊天发送视频 什么情况 第四天 Oh my god 不行不行不行 我觉得我要那个了 我要买笼子了 我要买笼子了 不然号就升级不了了呀 我得买个笼子 但是我得先转一笔呀 三号龙的电话号我们目前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能是知道了一号的名字 是吗 一号笼子 我觉得可以回复了啊 叫什么名字 我觉得叫这个安德鲁海因斯 是吗 放送 谢谢您的合作 我们在几小时后回复您 我觉得 我们可以去敲诈一笔 你知道 我们不打这个电话 在那呼叫 我是这个谁 我能问你笑老吗 还来不能聊天吗 我没有更多的问题了 为什么 什么 什么鬼 我不能 我不能跟他打电话呢吗 为什么没有问题啊 不是 为什么 三号龙 好吧 三号龙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我们得看一下 三号龙 开始了 会在两点钟等你 下午两点钟 难道我们在下午两点钟等他吗 一号龙观察研究 什么 在数次审查后 我们必须通知您 您发送给我们的信息 完全不正确 我发送错了吗 难道说我弄错了 我们又有一个新的邮件了 叫什么 五号龙观察 五号龙的地址是什么 我们要找到五号龙的地址 我这根居然弄错了 来来来来 又来了 这个五号又来了 我买个新笼子吧 斯特勒先生 又是一个新的关键词 看到没 这个人名字叫斯特勒先生 抑郁 斯特勒先生有抑郁症 是吗 一号龙又来了 战争暴力 价值观念理想 残忍 把油门踩到底 哇 我现在两个摄像头一起看 我好忙啊 豪华轿车 我开豪华轿车时 哦 哦 那个人是司机吗 这个人是那个女业员的司机 啊 我明白了 但是我这些名字好像弄错了 是吧 五号龙的地址我觉得很难弄啊 没钱呢 这样子 买个笼子 五十块钱 买一个 OK 明天就可以又可以看新的了 哎呀 哦 这人独自来了 什么鬼 他干嘛 他拿了本书 拿了本书就走了 哎 电视 他又来了 他干嘛 他看电视 侵略联盟 哦 这个人有可能是军人 这人有可能是某个退伍的军人 你知道吗 领导人 薛定谔城堡 我好多线索啊 刘海 又是线索 哇 我现在这边线索超级多 这应该是某一个军人 我猜的啊 五号 哎 一号又来了 我的天 怎么一号又来了 打破车数限制 五号龙走了 闪光灯 哦 豪华轿车 搜一下 电影或经济明星的 那明星我们已经是知道了 是吧 油门踩到底是什么 六成司机不知道刹车板在什么地方 嗯 打破车数限制 那也就是说这个人是谁呢 驾驶员咯 对不对 这个呢 偷拍照 肯定是偷拍照啊 所以这么多线索联系在一起 是吗 那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这个人 一号笼子里面的人 他是一名司机 奇怪 哦 经纪人 啊 弄错了 安德鲁海因斯是这个明星的经纪人 而一号笼子里面偷拍的 是这个明星的司机 所以说我 我错了 我弄错了 哎 我可以打电话 告诉这个经纪人 说你们家的司机 在偷拍你们家的明星 刘海 刘海是什么东西 就投放了那个吗 胡须 胡须 那所以说这些人是谁 战争电影迷吗 盟军士兵 肯定是盟军士兵啊 暴力 残忍 价值观 政治宣传 OK 理想 没有 嗯 过去太可怕了 对 应该是没有错的 手无寸田的老人 啊 电话 又是一个什么新的 一个老人一次微笑 政府安排社会工作者定期探访 也就是说 这个电话 是之前的那个 拜访那些人的人 哇 我觉得我们要睡觉了吧 凌晨三点了已经 哇的天 凌晨三点了 我们要睡觉吧 睡觉睡觉 没时间了 我觉得品估还剩一天 哎呀 我要死了 哈哈哈哈 又开始敲门了 谁啊 你谁啊 36号公寓 36号公寓 啊 这里是 这里是16号啊 呃 这不是我的 哎 如果说我们拿走会怎么样 算了 这不是我的 我这是16号 老花眼了你 OK 我们打工吗 哇 打工一下吧 一个小时 12块钱 可以 再打工一次 哇 我笼子都买不了 疯狂工作 我现在 哇 这游戏被我完成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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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成类工作游戏 哇 直接从直接从白天工作到晚上啊 我错过了多少信息 我感觉我要被开除了 不行 我得吃饭了 啊 交外卖吧 不行了 我今天得偷窥了 我今天得工作了 我今天什么都没干 哦 肚子饿了 哇 饿死了 能喝咖啡吗 喝点咖啡吧 OK 那现在我们打个电话给他 会有人接吗 呃 听听接受人的名单 斯特勒先生 对 斯特勒先生 哎 这是谁 丹尼尔斯特勒 我们通知你 我们的数据空有一位姓这个人 我们可以向你确认 斯特勒先生和老人名单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OK 我们现在呢已经拿到了这个名字了 丹尼尔斯特勒 是吗 我们搜一下 光明街45号 哦 找到地址了 找到地址了 我的天 光明街 我们能搜光明街吗 电话号码 就只有这些东西是吗 OK 我觉得我可以回复这个邮件了 我可以赚钱了 哎 外卖来了吗 OK 哇 这是你的订单 小飞来给 哇 我怕他打我 你知道吗 吃东西 吃东西 OK 然后呢 我们买个笼子 好的 哎 这里有个新的 哎 我这也没看到 有一个新的了 我昨天是工作一天了都 然后就没有发现 这是一个飞机场吗 哦 哇 不行 我感觉来不及了 我感觉来不及 我觉得我能再买一个 OK 我还再买一个 我强行 强行 你知道吗 哇 我直接 我的天 连续买了买了几个 我连续买了三个了吗 哇 我 我现在 我就 我就今天工作一天了 然后勉强 勉勉强强 是可以度过这一个评审啊 啊 我的天 好吧 我们回复一下邮件吧 光明街 是吧 光明街 五号笼子是吧 地址 是吗 75块钱 OK 光明街 45号 确定吗 我觉得应该是确定了 光明街 回复 OK 我觉得我这一次应该能赚75美元 那咱们今天 差不多可以 每每的睡觉了 OK 但您到达第六天时 当局决定关闭您的游戏 因为你知道的 这只是不要给猴子位置的测试 而且不是完整版的游戏 所以有必要结束 然后就测试版 这个游戏是测试版 所以我们今天只能玩到这儿 等正式版出现之后 我们才可以 那我今天玩了什么东西啊 Oh my god 今天是不是水了一期视频 我觉得 好吧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不要给猴子喂食就玩到这里了 咱们等这个游戏新出来之后 我们再继续玩好不好 我已经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了 所以我们等正式版出来之后 再给大家带来这个游戏 OK 好的 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话呢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帮我视频点个赞 也可以把我的视频分享出去 我是芷玉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